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 铁柱正赐深宏暴之 那么这个铁柱呢 就是铜铁柱 在佛收观佛三昧海经 观佛心禀第四 这部经里面有这段经文 佛告阿兰 银河民五百亿铜柱第一 我们知道换血引的到第一期 都是报铜柱第一 这个铜柱第一呢 都烧得火红 以前张太炎呢 据说他也会到阴间呢 去做探官 那他就总觉得阴间的这个 地益这里面的铜柱跟铜柱第一呢 太残忍了 这个 优民众生只要一抱这个铜柱呢 全身都烧焦烧烂的 所以张太炎认为太残忍了 那么他就去跟阎王建议呢 说会到这个新华 那炎王呢 就派两个小鬼 带他去铜柱第一那个地方去参观 就走一段路以后 走走走走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两个鬼才说 到了就在这里啊 但是张太炎怎么样都见不到 后来他才领悟到说呢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你不照这个鞋银链呢 你就见不到铜柱第一 你照鞋银链 他在中心的时候呢 就直接堕入铜柱第一 这个铜柱呢 撞入大山 高六百游行 下面有猛火在烧 火上呢 还有铁床 上有刀轮 那个铁床呢 上面还有刀轮 那么这个刀轮旁边呢 还有那个铁嘴虫 这个虫都是铁座做的 那为什么叫铁呢 有些人说 为什么第一那么多铁果啦 铁蛇啦 是不是那边都用钢铁做的啦 不是 这个铁代表是坚固不化 你不肯接受圣贤教育 不肯接受伦理道德英国教育 心里呢 非常的刚强 像钢铁一样 冷酷无情 那这个 所以你就 到 这个火床第一年 同住第一年 你就要受到这个铁嘴虫 然后还有铁鸟 在旁边侍候 世间有很多这个铁吃的众生 贪货自都染爱不尽 就是 盈利心特别重 贪货 就是贪爱心特别的强 染爱不尽 换邪引心 换邪引心以后还怎么样 灰处灰时行不尽 灰处就是不是在正切的地方 在正切的时间 行这个不尽 或者说比丘比丘尼 婆罗门等诸犯行者在修行者 若以灰时灰次犯不尽法 乃至以一切犯邪行者 做不尽 这种罪人 灵命忠实 几身反强症掉不定 整个人就失气 好像失气控制一样 犹如弓弓弓不治圣子 就好像弓弓弓弓很重 拿不起来 然后 有这个念头以后 得一间大铜铁柱 护此身体令不动 就有一个铜铁柱 把你身体绑住 让你没办法动弹 那么一足楼刹 鬼差就马上到 化作同仆 守租铁杖 到这个罪人的地方 告诉这个 长者说 他说 他说你现在身强一物皆弱 可作此障 他说 你现在身体很虚弱 你可以拿这个 帐子 铁杖 那个人一欢喜 拿那个铁杖以后 气节命中 当下断气 然后呢 如弄藏秦 神同柱头 蒙侯燕之 浑烧起身 这个时候呢 整个身体都被这个铜子 把他烧烂的 那他在恐怖 在进步之下呢 看下面 看到下面铁床上呢 有端正女 看到铁床上有一个 很漂亮的女孩子 躺在那个船部上 如果是女生去抱 童柱呢 他看到床部上 是端正的男生 心生爱草 从童柱呢 想掉下来 想去抱他 可是呢 这个铜子 马上呢 就贯穿他的脖子 他的身体 然后那个铁嘴虫呢 就炸死 就咬他的身体 那吊在铁床上呢 男跟女的呢 六根都被火烧起来 男女即使六根火起 有铁嘴虫呢 从眼额住 那个铁嘴虫呢 从眼睛呢 穿进去 从男中的男根呢 跟你中的下底的女根呢 出去 如果是破戒的话呢 那还有九亿的小虫呢 有九亿的小虫 标举虫 有十二个嘴巴 嘴里都喷河呢 来炸死 起来吃你的身体 这种铁银的恶报呢 一日一夜呢 有九百亿 九百亿个生死 这个第一苦报 受完以后呢 罪必就是受完了 头生出来 不能去当的 当什么呢 要当纠割 第一章记里面讲 若亦血因走 若患血因走 则窟燕亮报 纠割就是一种 像鸽子搬鸠的这种鸟类 那瘦生在鸠钩身呢 要多久呢 要五百四个 然后再生到龙中呢 五百身 然后才有机会来得人身 得人身以后怎么样呢 无根恶根 即不定根 房门之身 进五百四 就是所谓房门之身是什么 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用的名字 叫同性恋 要进过五百四 五百四 受得为人 假如来机会当人 妻不争良 妻子呢 不忠贞善良 子不辞孝 儿子不孝顺 奴婢不顺你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苦报以后 这么久的苦报以后 才会遇到善之事 度你写佛 然后发菩提心 求生极乐世界 这个是铁柱正赐 身横抱之 我们这里就有个连友 老菩萨 他生了一个儿子 那他的孙子就到我们讲堂来学弟子归 那他的媳妇就跟人家跑掉了 那么他的儿子非常痛苦 含怨在身 然后常常就跟他妈妈讲 我就跟我们这个老菩萨讲 就说他要去动手术 他要转男生为女众生 他说女众生比较好 有人爱 他受了这个打击以后 他整个心态上产生变化 有那个同性恋的倾向 这就是这里面讲的 这个都是在受这个果报 这虽然有机会来当人 但是他还有预报未了 预报未了 哇